天威亮素食餐館 已经动员准备菜肴 八生慈敌志工将饭盒装进箱子 准备再往祖屋 要派食物的你们必须要戴手套 教堂的话互相提醒 要将靠近大家都往后吞一步 哈喽 生日快乐 我们要帮忙吃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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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志工挨家挨户派便当 同时宣导如宿说环保 好 今天我们要试试 今天我们要试试 我们要试试试 其实是食物的食物 食物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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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的食物很棒 食物的食物很棒 因为它是一种股免的 它不可能 因为土土的 水 添加苏 除了其他食物 野菜 野菜 就不可以 两天 其实我们 印度人 一周 说 我们会做很amour 热试菜 特别是星期 很多人会做很可爱 周日 每晚有些钱 帮助我们 然后有美食 好吃的菜 除了刺激志工 也有30多位民众第一次参与付出行列 感受甚深 骂给人家看有时候人家的辛苦 还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了解 就是我跟他分享 他也只是听而已 他感受不到我之前所做的东西 希望他可以了解当初的那个预言在哪里 我们大家腿还走得动 大家还可以一起去行善的那种 疫情下百叶待信 在这次行动中也看到人民代表 一起参与 通常这些家庭我们看到的话 大多数可以说七八八千 都是这些比较贫困的 而且我们看到是很多是没有遗志 桌子他们都是在地上 所以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帮忙的人 时间很必 那时候应该是星期三 然后就剩下没几天的时间 就赶快的就咬电话 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的 虽然只有短短四天时间筹备 但志工欢喜付出 希望住人同时也一同推广苏食 卖带猴辉斯李延军雪兰勒报导 那这就已经知道了 那这就已经知道了